没看到虎金,但看到假的虎金 今年的春节廉价 不少民众会安排在海上走春 想一读虎金讨个虎年喜气 不过本尊没有出现 赏金业者在廉价过后的第一个周末 倒是出现了花东罕见献中的唯虎金 同样让船上的民众是惊喜连连 虎年看虎金 不少民众想讨个喜气 花莲赏金业者多罗满赏金表示 今年春节廉价初一到初三 三天出航 大明星虎金没有献中 但在廉价过后的第一个周末 出现了快横准的身影 多罗满赏金业者吕世民表示 卫虎金因长上酷似虎金而得名 性格凶猛 花莲外海能看到的几率不高 上一次出现是在去年的5月 而12日上午献中的卫虎金数量约10至15只 体长约4.9公尺2公噸 相当难得 花莲出现外海能够常看到的金屯类属于黑金类的包含 卫虎金 领航金 像这样子属于这样子的金类 其实能够看见的几率都相当的低 那根据统计在2020年甚至连前6名到3%都不到的几率 其实是非常罕见的 那今年是虎年 大家每个游客 大家都会很期待梦幻中的明星虎金 但是其实很开心的 在今年虎年的第一个周末就遇到了卫虎金 那其实体长都非常的长 那重量其实也非常的可观 尤其是他们的行为行踪 其实都是属于快狠准那一类的 所以不一样的金屯在海上游泳 其实都是属于大家都期待 以及非常喜欢的 今年长达9天的春节廉价 华联游客数量中规中矩 多罗满赏金同样安排初一到初三 三天的出航 仍吸引不少游客走春 每天4艘船存载约200人 虽然没有看到大明星虎金 但也有热带班海豚献身 陪民众在海上走春庆祝虎年 记得讲帮演华联士报导